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梢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95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再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最近的镜像系列的作品 它是Megatrol 然后说明书比想象中还要来的简短 我还以为它会给我们来个三遍 其实说明书里面只有讲解 人形还有所谓一个载具的形态 看上去是一艘太空飞船的感觉 那么这是使用的哪一款模具 当时看来不是地球崛起 就是围城 围城的模具比较优秀 幸好它真的是使用了围城的这一款 如果它使用了地球崛起的话 我还是会买的 我只能说我是留着比较大颗的眼泪来买 然后使用围城的话 我的眼泪是还可以稍微忍耐一下 不要让它滚出来 这个什么地方松掉的感觉 我手上这一款 好 那么不管怎么样的话 这个坦克的形态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说明书里头 并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坦克的样子 是它应该有的载具形态 反正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 它有附带几个额外的配件 首先是一个飞机的头部 或者是人形状态下的一个兵器 那后面有三个孔洞各有其作用 然后还有附带一对透明的翅膀 那么我现在就很简单的给各位展示一下 在说明书里头并没有跟大家讲解到的一个 安插的方法 因为它所有的配件 我想要把它全部都搭载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个飞空坦克的一个感觉了 那么这块部件的话 前面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安插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带的一个空间 刚好可以补这一带的空间 我们把它反过来 从这的话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因为它的脚的筋部这个地方 刚好有凹槽凹下去 然后这个武器的话 插进来之后的话 又刚好又可以往下顶 如果你愿意的话 把这个炮台稍微往前面的抬高一点点 就会压得更密合 你这样子放 其实还不会掉 只有一定的一个稳定度 那也刚好的话 弥补了后方的这个空洞 那也有一点流线的感觉了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 这个真人电影第二集里头的 这个密卡灯的一个感觉 飞行坦克 很多人喜欢说它 一个飞行坦克的一个形态 那在这个状态下的话 炮台一样是可以转的 一样可以转 但转的时候这块可能就走光 会掉下去了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在说明书里头 是并没有去讲这个形态的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 这个玩具最好看的一个姿态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在按照说明书的一个指示的话 我们把它变形成一个 这个飞船的一个样子 那变形飞船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这根炮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居然只能够丢在一旁 没有参与变形 非常的不妙 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个飞船上这个是用不到的 那我们的变形的步骤 先把腿给解开 就朝人形方向去做一个变形 这里有个卡扣我把它给松开 松开之后这个步骤挑开来 然后脚的话顺势打开折下来 然后把它给往下 再往下放下来 好先把脚恢复成这个形态 这里一样 这个卡扣这里松开 松开之后这个地方可以挑出来了 然后顺着这个地方 把它给解锁开来 然后脚放下来 脚放下的时候 故意各位留意的 这里是有一个角度的缺角上朝外侧 内侧是一个弧形 外侧是有一个倒角形 就注意留意一下 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在这个形态下 我翻转一下脚步 翻转的时候 你看这边空洞 这边小空洞 我们把小空洞的部分 给翻到正面来 翻到正面来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使用哪个部件 这里 它的这里有三个凸 我们利用左侧跟右侧 把它给扣上去 等于是把这个两腿的话 进行一个锁定 好锁定完成之后 再来的话 我们做什么呢 把这一个部件 按照它的一个说明书 这个说法的话 是要反转的 到这里 那再来呢 就是怎么样呢 把它的这个部件 记得往回推回来 这锁扣有时候松开 把它给推回来 好推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这里 孔洞 就是来安插我们这个机翼了 那这个是典型的一个拔插并行 但是也就别吐槽这个了 就本来就是一个外挂上来的东西 那这个卡扣我这里松开 我把它扣回去 好 这个呢 就是它的说明书上 所展示给我们的一个飞船的一个形态 它的最大的毛病呢 就是以外观来说 其实这一段 这一段很长 但是呢 它的一个照片给你拍这个 拍这个角度啊 让这一段的距离看起来好像很短 其实它中间这一节还蛮长的啊 还蛮长的 就是比较让人家觉得有点无奈 再来是它这个地方没有锁扣啊 整个整个一个结构 不是很完整啊 是硬凑出来的啊 那还有一点更致命的 就是这个部分 啊 你你没有办法去把它给 你这样子插进去的话呢 就是也是可以了 就是会有一个 就是会有门大炮啊 在正前方开 有点丑啊 所以呢 我会建议啊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按插的话 干脆呢 这个刀刃的话呢 也别收了啊 干脆这样子啊 然后把这个 狙击镜就能不能朝上 干脆你就是这样 这样子扣算啊 这样子 可能还稍微好看一点点啊 稍微啦 稍微 OK 它的一个飞船形态 这样看可能还行 反正就是一个 非常凑合的一个 一个形态 那那最后的话 我们就再一次的 展示 这个啊 是它 原本 官方给的一个姿态 各位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 就把它变成一个 人的一个形态啊 脚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算是 可以说是已经变完了 反折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要暂时先拿下来 你可以注意到了啊 它有一个凸 还有两个凸 它的另外一个凸呢 在人形状态下呢 是会派上用场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 手的话呢啊 把它先把它解开 解开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个弧形缺口 缺口到时候是要转到 靠上半身啊 各位知道 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里 这两个锁扣 给打开 打开 然后整个 给翻到后方去 整个 翻折到后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势的呢 把这一个 这个两手啊 两手 要卡进 卡进这个 这个缺口里头去 把它给卡进去 然后这个背板 整个放下来 垂直 笔直的放下来 然后背包往内折 往内折之后呢 这里有个锁扣 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以及的话呢 它的这一个 黑色的这个 你看 黑色这里 有个洞 然后白色这里 是有个凸 啊 就 白人对黑人的 这个凸凹的结果 这种片子很少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种片子真的不多 黑凸对白腰比较多 然后腰转180度 OK 然后把这个拳头 给伸出来 拳头 给伸出来 好 最后把这个炮转正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炮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 哦不对 没事 当我没说 把这个脚 这个脚底板 脚后跟啊 给翻出来 到这边 那么呢 我们的一个 呃 镜像 正义的一个 Megatrop 它的一个人形的 基本的形态 已经算OK 这个呢 是呃 围城的时候呢 给它的一个形象 那 这里 记得把它给 放下去 扣下去 然后比较干净一点啊 白色 直接白色的一个 机体的一个部分 黑白 还有后面这个蓝色的点缀 也不难看啊 那么呢 它的这个 多了这个配件呢 就是扣在后方 扣在后方 它的一个 应该是扣杖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扣错也没关系啊 反正这个 从正面来看 它就是会有一对 机翼 在后方 然后呢 这个就是顺理成章的 会成为它的一个 手上的一个武器 手上的武器 那么呢 还有一样 对不对 就是 这一把 超级大剑啊 可以说是 很有诚意的一款武器 可以跟 呃 变形的时候呢 是可以完全隐藏下去的 那我们的这一款 呃 镜像正义配色版的一个 Megatron呢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变形 主要就是白色 黑色 还有蓝色呢 来构成它主要的一个配色了 那关节松紧度什么的话呢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头雕 OK 眼睛的话是一个蓝色 那这个 脸上这个白是稍微有点惨白了 有点 像是营养不良的一个感觉啊 营养不良的一个感觉 那背上的一个背包 啊 重量会有所增加 但是脚后跟呢 比较大 所以站立性来讲 还算可以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有一些 蓝色透明部件等等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啊 镜像配色的 Megatron 个人觉得呢 呃 因为价格也不算很贵啊 但V级的价格稍微打个九折这样 也有机会能够买得到 那算是今年一个镜像系列的一个收集品之一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